不仅我们暑期有学游 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同学们 也利用假期来到中国游历 前不久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孔子学院的24名学生 来到风光秀丽的南京爱伦学校参观访问 虽然他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有了很深的了解 7月10号 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孔子学院的24名学生 来到了风光秀美的南京爱伦学校参观访问 这24名学生来自于美国各地 在来南京之前 他们已经在上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学习和生活 虽然他们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很深的了解 林约翰是美国纽约雷基斯高中的一名学生 他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 而且上海的国际化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觉得上海有很多西方的特色 在我看来 我走路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美国的厂商等等 所以我经常觉得我在我的家乡 虽然上海离南京很近 但是林约翰和小伙伴们 还是将行程中安排了来南京的学序交流 因为他觉得南京有着很丰富的文化与历史 下午六点 来自美国的学生和中国同学一起吃了晚餐 也借此机会 双方很快打成一片 互相用英文和中文交流 晚餐寄出后 中方的同学还热情地带领美方学生前往宿舍 并且简单介绍了宿舍的布局 虽然宿舍不大 但是来自美国的同学们都觉得挺舒适的 在中国的衣食住行 美国同学都非常满意 康克森和百迪安还和记者聊起了 在南京吃的第一顿饭的感受 晚上六点四十五分 花银晚会即将开始了 中美学生都在积极地进行了准备 萧玲杰暑假后即将升入高中 她是晚会的主持人 她觉得能够和这么多美国学生 近距离交流特别有收获 他们非常的热情 非常爱学习 我谈起他们为什么想来中国的时候 因为美国是一个大国 而他们想来中国学习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价值观 非常非常不同 非常非常成熟的学生 七点 欢迎晚会正式开始 中美学生分别带来了各具特色的节目 林约翰和罗亚为大家朗诵起了 美国著名黑人诗人 兰斯顿休斯的著名诗篇 I to sing American 中国学生带来的是朗诵满江红 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等节目 也收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在晚会最后 中美学生共同登台一起合唱 See you again 第二天因为台风的影响 美国学生参观 汤山圆人洞遗址 以及梁山悲才的计划 被迫取消了 这次交流时间虽然很短暂 但是明年苏达孔子学院副院长张永宁表示 通过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 希望中美学生能够更好的互相学习 他更鼓励中国学生能够不断的拓展自己的视野 很重点就是让他们能够扩展自己的视野 多方面的去开拓自己的爱好 让自己在就是说青少年时代 尽量尝试各种不同的活动 然后找到自己最有兴趣 最有激情的那一方面 然后再到了大学阶段 把他们自己所有就是说就是兴趣点 能够更好的就是更加专注的发展 但是在高中阶段 我鼓励他们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